哈喽,又到了一个月一次新品情报的影片 如果有兴趣了解五月份有哪些新品出来 我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好的,一如既往的 五月份呢,依然有着非常多新品的推出 那今天呢,我也总共选到了15个新的新品release 想要跟你们好好的聊一下 而且这次选到的新品啊 还真的蛮大一部分都是沙龙香的 但我们先来聊聊几个设计师的香水吧 那首先来聊到的呢,就是Cancel 他们新的这一个叫做Memories的香水系列 那这一个呢,可以说是他们全新的香水系列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啊,我有在想说 诶,这不会是Cancel他们也要推出了这种高定私肠系列吧 但不得不说呢,我觉得整体的包装呢 嗯,似乎是不太撑得起 这种高定系列的价格啦 整体的包装呢,真的非常的简约 这个新系列应该是想要走一个那种环保啊 极简啊,甚至是自然香水的路线吧 那这一次新的,The Memories的Collection呢 是Cancel这个日本品牌 他们对日本文化根源的一个致敬 尤其是创此人他童年的回忆的一个延展吧 那这一个穿越了创此人Cancel他童年回忆的一个香水系列呢 总共包括七款香水 全部都是由法国著名的调香大师们调制的香气 如果你想要了解整个系列每一瓶香水 他所连接的日本文化 还有创此人他的童年回忆呢 可以上我的IG,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今天呢,我就不一一的来说了 要不影片真的会太太长 那我选几个来说说看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以莲花为主打的一瓶香水 这一瓶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创此人走过池塘边 看到了池塘中荷花的倒影 而引申出来的一瓶香气 那这一瓶的香调呢,主要包括了 莲花、寒羞草、白色香、祥隆咸香迷 还有檀香木 品牌形容这瓶香水呢,是棉花般的花朵 包裹着寒羞草还有白色香 让你喷上的时候,感觉形成了你第二层的肌肤 淡淡的容咸香,还有檀香木的气味呢 也会在基调当中,为整瓶香水增加另一个的层次 那另一瓶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他们Nui Tata Mi这一瓶香水 那这一瓶的灵感呢,顾名思义的 就是来自于日式的这种Tata Mi 一种标志性的日本材料 在传统的日本家庭当中 你都可以找到了这一个 以新鲜绿色稻草制成的Tata Mi 创始人说,我喜欢Tata Mi 伴随着时间,伴随着家庭的生活 不断演变的一个想法 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避难所 它想要通过温暖的琥珀调和奶油香草的搭配 带出这一种Tata Mi 所谓我们带来的舒适感 那这瓶香水的成分呢,蛮简单的 但当中包括了一个蛮特别的成分 就是米饭 再搭配着粉红胡椒 And bread 锦葵 还有Vanina香草的气味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一个 Mocha 抹茶的香气吧 调香师说到呢 抹茶的这瓶香气呢 是想要表达它对温暖烘焙这种香气 所充满的热情 这些成分呢 讲述了非常多的故事 即使它只是被微量的添加在香水当中 但是抹茶也好 玄米茶也好 这一类型的气味 一闻到就马上会让我们联想到日本这个国度 那这瓶香水除了抹茶茶香气以外呢 气味上还添加了玫瑰与Vanina香草的气味 为我们创造了回忆当中享受着那杯茶饮 所带来的舒适感 安心感 这瓶香水呢将会是一个带有怀旧感的 充满了幸福回忆的一瓶香气 主要的成分呢 包括了马带茶 玫瑰 Vanina香草 再加上涉香气 我看到名字有抹茶的时候呢 有马上引起我对这瓶香水的兴趣 但看到香彩表的话 其实并没有抹茶香耶 主要是马带茶 会不会又是一个说是抹茶 但这闻上去主要还是绿茶感的一瓶茶香气香水呢 整个系列真的每一瓶呢 都有添加了一个非常具有东方韵味 日式感觉的香气 我还看到了一个以人生茶为主打的气味 这个我也非常有兴趣想闻闻看 如果你也是对茶香气香水啊 或者一些有东方韵味感的气味 特别着迷的话 那Cancel的这个新系列的香水呢 有机会碰到就不妨闻闻看感受一下了 好接下来呢就聊到 CK1他们今年的夏日限定香水 那每一年CK1都会推出夏日限定版本 但今年呢我感觉讨论的人 似乎比往年要更多耶 而且这瓶香水也已经看到了好几位就男性的香水 Youtuber有推荐到这瓶香水了 也让我真的很久了吧 第一次提起了兴趣想要尝试一下 这一瓶CK1夏日限定香水 那这一瓶CK1 Summer Dice的一个限定香水呢 灵感是来自于公路旅行 以及在开阔的道路上感受着自由美丽的风景 展开冒险之旅的一个心情 那香水的前调呢是金菊 中调是冰薄荷茶 基调是白色香加上香根槽 单纯看着香材就已经有一种凉快的感觉了 在夏天这一种带着浓厚的柑橘调 冰凉茶香气的香水呢 的确是非常的结束 不知道我们这边的香水柜会不会上这瓶香水呢 虽然我现在是冬天 但如果看到的话 我还真的挺想拿起来闻闻看的 好接着来聊到的这一瓶呢 我已经收到你们的留言 询问我的感受了 这瓶我还没有闻过耶 说的呢就是Nasciso他们 呃是叫做方胖子吗 就同名系列的香水线出了新的 这瓶叫做Nasciso Crystal的香水 那这瓶新的香水呢 主要的香材包括了玫瑰香柠檬 小苍蓝茉莉白色香 Cashmere wood再加上雪松的气味 相比起上一瓶的小方瓶 他们Nasciso Amber的那一瓶的夏日版本呢 这瓶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气味 可以先透露一下 我去闻了就是Amber的那瓶香水的夏日版本 好好闻 好好闻 我是非常心动想要入手的 那Nasciso他们家香水嘛 我是一定想要闻闻看 这瓶貌似明确带有柑橘调木质感的一个玫瑰色香气呢 相信会是一个大众讨好度非常高的香气吧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留言 留言来给我一点动力 说不定呢我就把这瓶和之前推出的Nasciso Amber 夏日版的香水 一起出一支影片来好好聊一下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几个新的沙龙香新品吧 第一个呢就是Atelier Colom 欧龙他们新的这一款叫做夜镜玫瑰的新香水 那这一款呢也是他们的珍奇西茎高定系列当中第二瓶香水 那欧龙他们的西茎高定系列呢 所有的香水都是采用了高达18%高浓度的香精成分 香水的创作当中呢更是特别讲究于使用到了一些珍稀的原料 那这一次的夜镜玫瑰呢就是用上了被称为女王成分的土耳其大马士格玫瑰的精油 这里用到的大马士格玫瑰呢是特别采摘于土耳其西南部安塔利亚省伊斯帕塔 我尽力了 真的 其实除了未闻案以外 我们普通人真的需要知道那么的低调吗 这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是人工采摘的 那这里所采收的玫瑰花呢 它是具有一种特别浓郁的玫瑰精油的富裕感 再加上了略带甘草气息的一个香气的特点 那这一次调香师呢 特意的把这一个珍稀的大马士格玫瑰的香气呢 再结合着带有烟熏感的玉创木还有橙香木 为整瓶香水呢创造出一个结合着花香气皮革调琥珀感的一个香气感受 感觉会是一瓶明确带有烟熏感的木质玫瑰香气啦 钟爱木质玫瑰调的你呢也不妨可以去闻闻看这瓶香水啦 但我必须说呢欧隆他们上一次推出的这个珍稀系列的香水呢 评价蛮两级的 甚至我听到的也不能说是富贫吧 就大家会觉得他们香气上面可以蛮好闻的 但他们这个珍稀系列呢定价真的蛮高的 就如果花到这个钱呢似乎市面上也是有着很多你可以选择的香水啦 下面来说到的呢就是Martier Premier这一个沙龙香品牌 推出的叫做Fench Flower的新香水 那我也看到你们因为我的介绍入手了这一个品牌的香水 看到你们喜欢我就开心啦 Martier Premier这一个品牌呢 我整体用下来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优雅 充满了法式风情的一个香水线 也是非常符合到现代审美的一个香水品牌啦 但你说他们的香水有多么创新多么劣奇吗 真的不是 但品牌标榜的或者他们比较高昂的一个价格呢 主要还是见机于他们所利用到的挑选到的香材 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甚至是自然的昂贵的一些香材啦 那这一次的Fench Flower呢 主要的香材盛饭包括了碗香玉 还有特别挑选葛拉斯的碗香玉 生姜再加上中国茶的气味 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中国茶会是哪一个类型的中国茶啦 但碗香玉茶香气我都是蛮享受的 所以这瓶气味呢我也是非常期待能真正的拿在手上闻闻看 试用过这个品牌其他的香水呢 我相信由他们调出来的碗香玉气味呢 应该会是一个更为年轻更为精致高冷的碗香玉气味啦 这也是让我更想要尝试这瓶碗香玉香水的一个原因啦 如果你已经闻过了这瓶新的香水呢 一定要留言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咯 接下来另一瓶新香水呢 是来自于Montel他们新的这瓶叫做Aquapalma的新香水 那这瓶Aquapalma的香水呢 将会邀我们进行一个以沙漠为主题的旅行 体验着令人难以自信的一个感觉 这是一款灵感源自于奢华绿洲的嗅觉感受 这瓶香水呢将会以一个清新的柑橘再加上 蜜桃的香气作为开出 香气的主体呢将会是碗香玉鸢尾再加上零零香豆 基调呢就是龙咸香加上檀木 还有幼木的木质调 这瓶香水的香彩表呢还蛮丰富的 那看到香彩表呢也能想象到这一瓶香水 将会是一个东方感非常强烈的一个气味吧 这一个呢绝对是非常贴合着沙漠为主题的一个香气啦 你们又喜不喜欢Montel他们家香水啊 我感觉啊对于Montel也好对于Montel也好 大家似乎都是在诟病他们香气不够自然 轻易会有一种化工的感觉 尤其是刚刚喷出来的时候 这一点呢我自己用过他们的一些香水呢 也的确是生同感受的 但不得不说呢 如果你是特别追求香水的一个扩香性 持香力这一些方面的尤其是扩香性 我感觉Montel和Montel这两个品牌绝对是你值得去闻闻看感受一下的 尤其是把它穿在身上去感受一下的 他们家香水真的每一瓶扩香和持香能力都超强的 更直接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每一次我用到他们家香水啊 一定会有人闻到一定会有人comment 甚至是称赞我今天用到的香水 所以这个绝对是这两个品牌一个非常大的强项亮点吧 你们有喜欢Montel或者Messa他们家的香水吗 有没有哪一些你特别想要向我们种草的 也不妨留言来分享一下咯 好下面就来聊到一个 我非常感兴趣的 很冷门的沙龙香品牌 这个品牌呢其实我有发现有关注蛮久的了 但真的很不好购买 看着他们的价格呢我也真的不想要忙买 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真的闻闻看他们家的香水 说的就是Fasai这一个小众的沙龙香品牌 他们又推出了新的这一款叫做Victoria的香水 那新的这一瓶名为Victoria的香水呢 灵感是来自著名的女性文学家 整瓶香气的开出呢将会是一个苦橙叶 加上荔枝还有三秤子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中调呢就会是碗香玉 酥和香枝 再加上玫瑰香 那基调呢就是沉香木 广阔乳香 再加上海梨香的气味 这瓶香水莫名的好搓我啊 再加上他们整个的宣传图片吧 看了以后真的更搓我了 让我想要尝试这个品牌的欲望更强烈了 Fasai这一个小众的沙龙香品牌呢 他们无论是整体的一个品牌形象啊 每一瓶香水里面的香材组成啊 等等的我都感觉是有创意的同时 自带着一种文艺感在当中 而且当你看到它的香材表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它很勇敢的把一些就是不常放在一起的香材放在了一起 例如说很少会看到苦橙叶搭配着这种非常甜美的荔枝果香气吧 就我感觉它们创意度还是在线的 有闻过有试用过这个小众品牌的香水吗 有的话请一定要告诉我 我很想知道 好说完一个这么冷门的沙龙香品牌呢 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热门的 大家非常熟悉的沙龙香品牌 说的呢就是Killian他们新出的这款 名为Clone的新香水 那这瓶香水的灵感呢是来自于Killian先生 他对于香水的一个想法 他认为穿上你喜欢的香水呢 就像是穿上了一件你在社会上行走的保护衣 为你提供了满满的安全感 那这瓶新香水呢 里面添加了一个独特的 叫做Elixir of Life的accord 这种香调 Elixir of Life 可以翻译做生命的精华吗 生命的精粹 我不知道耶 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香气呢 挺让我好奇想要闻闻看的 但我也必须承认啦 这瓶香水呢 吸引到我想要尝试的原因 也真的是因为 这一个独特的Elixir of Life的accord 因为当你看到整个香水的香彩啊 前调是绿色柑橘 苦橙再加上薄荷 中调呢是迷迭香 苦橙叶 橙花再加上橙花油 基调呢就是雪松 Cashmere wood再加上他们这个 Elixir of Life的accord 整瓶香水呢 应该会是一个 无论任何季节场合 都非常适合 男生女生穿上的 古龙水形态的一个气味 是一个明确带有柑橘调 草本气息富起感觉的一个 古龙水的气味 然而呢 如果你有看过我以前的影片 你也知道 我觉得这一类型的气味呢 市面上真的有非常的多 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可能Killian呢 做出来的质感上面 你闻到的香气里面 你能闻到了香材的那种高级感 或者你能闻到了就是香材的那种自然度 但是这一类型的气味 毕竟就是已经 被做到有点烂掉的气味了 就真的有太多太多 这一类型的气味可以供你选择了 而且是比它价格要便宜非常多的 选择了 因此呢 不知道它这一个特别的 Elixir of Life的accord 到底有多么的特别 或者能为这瓶香水带来多大的一个特色 如果比重不高 或者没有一个太大的亮点的话呢 这一种古龙水型泰的气味呢 对我而言啦 是比较难让我花那么高的价格去入手啦 你们有闻过这瓶新香水了吗 有的话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接着就来说到Deep Tea 他们今年的Elio这个夏季限定系列 那今年的夏季限定系列呢 我看了一下 无论是名字啊 里面的香材啊 似乎都是和上一年 他们Elio的那一个夏季限定的香气 是一模一样的耶 这一次呢 只是把它们的包装 上面的擦涂 这一些改变了一下 不得不说 擦涂还是非常可爱的 有着浓浓的那种手绘啊 还有一种可可爱爱的童趣感在当中 整个夏季限定系列呢 是品牌向大自然的自敬 当中承载了清新的地中海香调 那这次的香水呢 里面的香气是有仙人掌的果实 佛手甘茉莉再加上鸢尾花组合而成的 我是完全没有闻过 他们Elio这个夏季限定香水的气味啦 上一年的我都没有闻过 所以如果有收或者有闻过的你们 一定要来分享一下给我们大家 给我们更多参考的意见咯 看香材的话 似乎是一个很轻盈的 甚至会带有木质感的 淡雅清新的一个果香调吧 甜度也应该会是非常低的 那这次的限定系列呢 除了香水以外呢 还同时推出了这一个 发香水还有身体香氛喷雾 再加上香氛蜡烛 而当中身体香氛喷雾呢 将会是唯一一个全新推出的产品 那在夏天当中呢 其实这种身体的芳香喷雾啊 如果是小小的一瓶 放在包包里面也是挺不错的啦 就久不久可以拿出来喷一下 refresh一下 让自己心情转换一下 也是不错的啦 但重点当然是 你要喜欢享受这个气味啦 如果这一次你又被deep tea他们的这种带有童趣的 手绘风格的包装所吸引到 或者好奇仙人掌 还有仙人掌果实的气味是怎么样的 下次经过他们的柜上 就不妨拿起来闻闻看哦 好说完deep tea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burrito吧 虽然我不知道今天的影片 我什么时候会剪出来 或在什么时间段上 但其实我拍摄的当下呢 这个消息真的出来不久 然后我也已经看到你们有留言 跟我分享这个消息了 或者说这个影片上的时候呢 L'Oreal欧莱雅集团就已经会把burrito收购旗下了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啊 我 我也是真的觉得 忍不住说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小失望啦 就我不觉得说burrito被别人收购了 我会很失望 因为商业的社会嘛 那么辛苦那么努力的把一个品牌做大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 能得到大集团的认可 得到市场的认可 被收购旗下 我觉得可能也是无可厚非啦 但我失望的点呢 真的就是 我这样说会不会很得罪到欧莱雅集团啊 就 为什么是 L'Oreal呢 我真的忍不住要这样说耶 我不得不说就 如果今天把瑞斗士给LBMH收购 或者被亚斯兰黛集团收购 我觉得还相对比较合理一点点吧 可能也是我的偏见啦 就我感觉 欧莱雅集团呢 真的是一个 精打细算 非常精明的一个集团就对了 就他们做的每一个商业决定呢 一定是 想得很清楚 也想好了往后会怎么在这一个收购行动之后 怎么在这一个他收回来的品牌上面 榨取最大的价值 我们看到他之前收购的一些品牌 似乎呢 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 先不说创意度上面的事情啦 这个我们先放一边 当然这个也已经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但是另一个我感觉就无可避免要发生的 似乎就是一定要控制成本 这个控制成本呢 其实已经是很大程度的 会影响到一个香气创作上面的灵活度 还有就是我们未来闻到的香水 到底里面所用到的香材 里面的浓度等等的 会不会和现在我们买到的Burrito就不一样了呢 这个会是我们消费者 或者说作为Burrito他们家的消费者来说 会比较concern 比较担心的一点啦 但我是谁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对于整个收购的行动任何的 这些也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我也不想做那一个告诉你说 未来可能他们的香气就不再那么好了 或者说他们浓度就不那么高了 怎样怎样的让你们赶快去买一堆Burrito他们家香水 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我也不建议你这么做 因为他们家香水真的不便宜 我们也不应该为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胡乱的去花钱 中了商人的圈套 就除非你真的是喜欢那瓶香水 你一直都有想法要买 那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去入手啦 所以对于Burrito会被欧莱雅集团收购的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呢 我自己是持有一个保留或者说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度吧 尤其我也真的希望欧莱雅集团真的能听到消费者市场上的声音 我自己不觉得Burrito他们家香水是喷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就没有了 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的差 他们家大部分的香水啊 我用起来四五个小时 如果喷在衣服上面六个小时七个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真的没有觉得他们家香水吃香啊 这一些有那么的烂 不过不过 他们家香水的确是走那种性冷淡风 的确不是那种扩散力超强的浓郁型的香气 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他们家的香水性价比不高的一个原因 因此呢 如果大集团收购以后还要把他们家香水调得更淡 浓度更低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整个品牌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好 那收回今天要聊到的这瓶新香水啦 说的就是Burrito他们夜幕系列这瓶新的叫做Venny Antique的 这一个香精版本的新香水 那Burrito的整个夜幕系列呢 当中选用到的香精呢 全部都是采用蒸馏技术精致而成 那香精的浓度呢也非常的高 整个系列的香气呢 品牌都建议你一定要喷在身上 要利用到你的体温去把香气焕发出来 而Burrito的夜幕系列呢 想要唤醒到对黑夜世界的想象 回忆与欲望 这瓶名为Venny Antique的香水呢 是创始人 他浮想一种弥漫在历史氛围当中深邃 而富有内涵感的烟熏香草豆 也就是Venny Antique当中呢 添加了一种能结出果实的兰花的香气 通过了层层精炼而复杂的一个收割过程呢 那一种独特的带有甜味 同时泥土感的香气 会一直凝尿在整瓶香水的当中 当你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呢 你会闻到了糖浆般的香甜 前调呢是梅子再加上色香 中调呢是柏木再加上劳丹枝 基调呢就是琥珀与香草 那Venny Antique这瓶香水呢 我其实已经去闻过了 我会在另一支香水出印象的影片当中 更详细的来跟你分享到 我对这瓶香水的感受 但可以概括的说呢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古典感 成就感的一个Venny的香草的气味 它有着一个明确的美食调感觉 但是你会闻到了这一个美食调 它是有着明确的一个灰尘感 有着一个强大的温暖感在里面的 香气呢我觉得是挺好闻的 也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穿上 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瓶香水的创意度并没有很高 而且Burido他们家的夜幕系列呢 因为是香精版本嘛 就定价真的很高昂 就我必须承认 我觉得性价比是有那么一点点低啦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两个设计师品牌的新香水 那第一个呢就是Dior他们新出的这一个 Miss Dior Rose Essence 这一个限量版的玫瑰新香水 那这一次的限量香水呢 最特别的是在于里面所用到的 玫瑰萃取呢 全部都是来自于2021年 在格拉斯特定产区所采收的五月玫瑰 这一个位于格拉斯特定的产区呢 位于海与山的之间 拥有着最理想的种植玫瑰的风土条件 而这个产区所有的玫瑰 产出都全部会归于Christian Dior 整瓶香水的香气组合其实蛮简单的 主要还是为烘托出这一个纯正的五月玫瑰香气 前调是天竹葵 中调是五月玫瑰 基调呢就是香根草广阔香 玉创木再加上摄香气 如果你是玫瑰花香 尤其是这一种比较甜美卦的 清新感的玫瑰花香气的爱好者 那这一瓶呢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另一个呢 其实在我心中不是设计师耶 虽然有很多人觉得它就是设计师品牌 但在我看来呢 它绝对是沙龙香的品牌 而且还是我心目中排名很高的 沙龙香品牌 说的呢就是娇兰 阿比罗吉林斯顿 这一个新的南香 那这款中文艺名应该是叫做 满堂红的南香呢 其实早在1965年的时候 娇兰已经推出了 是一款充满了辛辣温暖感的 琥珀吊南香 那今年新推出的这个版本呢 呃前调会是香柠檬葡萄柚 还有绿色元素 中调呢就是玫瑰 Linden 麻布 还有马带茶 基调呢就是皮革 广阔香 再加上Lenina香草的气味 阿比罗吉这一款新的南香呢 到底是不是一款全新的香水呢 我其实有一点点疑惑耶 近期啊 娇兰是在一个一个系列的换包装 就是他们所有的包装 都全部会换成这一种 可持续使用的循环在用物料造成的包装嘛 所以逐渐的你会看到他们每一个系列 每一瓶香水都要换包装了 嗯 最先我开始发现的是他们的 蜜蜂瓶的午夜飞行啊 那一堆香水 会换成了像蝴蝶夫人 小黑群那样子类型的包装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 就蜜蜂瓶漂亮太多了吧 接下来呢就是看到他们花草水雨系列 全线都改包装了 那比较近期呢 又看到他们的东方神话系列 又改包装了 所以这次的南香系列到底是一个全新的香水呢 还是全线改包装呢 我就不是百分百确定了 知道的话留言告诉我吧 好那说到包装呢 我感觉近期啊 这一瓶的包装真的很错我 我也看到你们留言 问到我这一瓶香水了 很心动很心动 有没有可能它是我第一瓶这个品牌的香水呢 说的就是Aqua di Palma 这一次和意大利服装品牌Ford Ford 他们推出的限量版 加州桂桃金娘的香水 那这一次的香水呢 其实里面的内容物 应该还是加州桂与桃金娘的 这一个香气 只是外表呢 是由意大利这个服装品牌所设计的 而这一次他们设计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 那加州桂与桃金娘的气味呢 前调是桃金娘 柠檬佛手干 加上罗勒的草本气味 中调呢 是海洋气息 茉莉 再加上玫瑰 基调呢 就是杜松 雪松 乳香 再加上琥珀 加州桂与桃金娘 似乎是Aqua di Palma 他们家非常热卖的一款香水 把我还没有闻过耶 我甚至还没 真的很认真闻过 就是Aqua di Palma 他们家的香水 告诉我 加州桂与桃金娘 是不是真的很好闻的气味 我值不值得要忙碌啊 那除了香水以外呢 这一次还有一个联名的蜡烛 依然是以桃金娘 还有海洋的气息 作为主打的 这个香氛蜡烛呢 也是一个 有三调变化的香氛蜡烛 前面呢 是桃金娘 加上香柠檬 中调是海风茉莉 再加上大马士格玫瑰 那基调呢 就是杜松 紫雪松 还有琥珀调 这个系列的包装 真的有让我心动耶 好 下面就来聊到一个 明明她是设计师品牌的香水 但大家都把她当作 沙龙香去看待 说的就是 Loevet 这一个 算是他们的高定系列 当中一款新的 叫做Templot Deport 品牌让我们 漫步在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是时尚品牌的摇篮 象征着马德里充满了活力的生活方式 这瓶新的香水 当中的香气将会象征着 当地一个特殊的历史悠久的神庙 这是一个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建立起来的埃及神庙 里面呢 充满了浓浓的异国风情 那这瓶香水的香材组合呢 很丰富 我挑一些来说说看吧 包括了玫瑰 天竹葵 茉莉 紫沙草 劳丹芝 马达加斯加 香根草 琥珀 椰子 还有藏红花 Loevet他们家的高定系列啊 我感觉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系列 但我很惊讶于一个 几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聊到 讨论到 分享到的香水系列 他们还一直推出不同的香水 就Loevet他们家的香水啊 似乎大家都在看的 会说到 会试到的 都是他们比较清新调的 基本线的香水吧 或者是他们的 四后清晨 男士 女士 香水啦 的确 那一堆的香水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使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很易穿 大众讨好度也非常的高 然而呢 每一次看到他们的高定系列 推出香水啊 都能看到他们其实 诚意满满的 所以我感觉 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 看到了就不妨感受一下 说不定能找到惊喜呢 好 今天影片最后来聊到的一个新品release呢 是来自于一个 我收到了你们不少的安利 向我推荐的一个沙龙香品牌 说的呢 就是 我真的无法念它的名字 皮埃尔格拉姆 我们简称它为PG的 这一个沙龙香品牌 他们推出了两款新的香水 两款呢 都是他们白颜色的香水 那这一个法国的小众品牌呢 你们真的给我安利 给我很多次了 那我近期呢 终于是收了一套他们的试香了 等我有机会好好感受一下以后呢 再来给你们分享吧 那这一次两款新的香水呢 第一款叫做In Time X Time的香水呢 灵感是来自于品牌创始人呢 想要你利用这一瓶香水 揭示到你全部的本质 讲述关于你的一切 包括了你所有的秘密 而这瓶香水呢 也会是你皮肤上面的一个装饰 是一款带有淡淡粉状花香气 与琥珀调的气味 在你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呢 柔如你翻开了秘密的日记本 感受着纸张 焚香 还有香草所带来的气味感受 尾韵当中呢 还会有着结合了白茶香气 与鸳尾粉末感的一个木质调 听着是一款非常intimate的 贴肤亲密感 又带有酥倦气的香味耶 蛮想要闻闻看的 那另一瓶名为 Ossiso的辛香水呢 是一瓶以紫苏为主打的香气 紫苏是在日本料理当中 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食材与元素 而这瓶辛香水呢 被描批成了一个光芒四色 辛辣 并带有粉感木质调的香气 品牌甚至说呢 如果你非常钟爱他们家水晶木的那一瓶气味 那这一瓶的香气结构 你应该也会非常的享受 紫苹香水的香材结构呢 包括了香柠檬 紫苏 苹果花 天界菜 再加上木质香调 紫苏这一个气味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抢劲的香材 就加了紫苏的香水啊 你闻到那瓶香气的时候 马上就会闻到紫苏的气味 它是一个完全你无法忽略的一个气味 但我感觉紫苏的气味 其实是蛮挑人的 这种气味呢 更是完全不应该盲卖 如果你对这瓶香水感兴趣的话 也一定要找机会 先试香再入手咯 好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新品情报的影片啦 不知道今天聊到的新品 有没有哪一个戳中了你的心呢 或者你已经有闻过哪一些了 有任何想法感受 我都希望你不吝啬在留言栏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